韓國瑜這整個事件 就是被罷免 然後 韓粉也被霸凌 在網路上被嘲笑 加上許坤妍這個事件 我覺得整個事件統合起來 所謂的很嚴重的社會霸凌 對那個誰講的 tina lulu 就是霸凌 一個多元的社會不能這樣子啊 我喜歡誰是我的事啊 我跟你的選擇不一樣 我就要被你罵喔 我跟你講民進黨之前不是很支持那個 同性婚姻 跟你講同性婚姻我也支持啊 在同性婚姻的時候 他們不是一直強調 我跟你的選擇不一樣 或是什麼 我是喜歡打扮成女裝的 什麼那個 鍾明軒 他喜歡打扮女裝 是他的選 我也尊重他啊 就是這樣 我講話就是這樣 我就是要穿女裝 我就要打扮成這樣 因為我就是我 因為我做我自己 我跟你選擇不一樣 但是你可以討厭我 但你不能批評我 一樣意思啊 在政治上也是這樣 我就是喜歡韓國語啊 現在是怎樣 在臉書上只要講韓國語 就要被霸凌 這也是雙標啊 你們喜歡的議題 我同志 你可以不認同我 可是你不能歧視我 一樣意思啊 選舉也是這樣子啊 我喜歡韓國語 你可以不認同韓國語 可是你不能 罵我是憨粉啊 你不能說 你們支持韓國語 都白痴癮啊 靠被他打 都不能支持 都要支持你而已喔 跟你講 我現在在臉書上 那我不能講韓國語的事情 會被霸凌欸 那莫名其妙 在臺灣的社會 怎麼變這樣 這是民主嗎 這整件事情 就是從韓國語被罷免 到 許坤妍的事件 整個就是 都被霸凌了 整個社會 都在霸凌啊 霸凌支持那些 你不跟我一樣的人 被霸凌者 到最後就是要去霸凌別人 這就是一個社會已經變形 已經變態啊 總是有人支持 是有人不支持的嗎 可是你要尊重那個 跟你選擇不一樣的人 而不是你發現 這個人跟你選擇不一樣 你就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這樣這個社會 就變一言堂 剛才不是有人說 一言堂嗎 我們可以不認同他 就算我像 打個比方 我相信這邊小弟小妹的人 也覺得 有一些人也是 不認同同志的啊 你可以不認同他 可是你不能去 歧視嘲笑人家啊 人不是 人不是 人要同志 不是要帶你兒子 不是要 說比較壞 你是在 你是在怕什麼 那是人的事 人的結婚是人的事 問題是你可以不認同 但是你不要一直罵 一直在那邊 三姑六婆說 欸他要變態 怎麼愛滋病啊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選擇跟你選擇 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 不認同他們 可是你不能 醜化他們 可是現在是變成說 你不認同我 你就是他媽的 白痴憨粉 齁 老不死的 應該 他們都說他更差 不是這樣子的 要互相尊重 我可以不認同你 可是我會尊重你 啊這樣社會才會多元嗎 年輕人他們都以為 他們是很開放的喔 可以接納很多事情喔 互相尊重嘛 以我的觀察沒有 他們只是選擇性 選擇性哪些東西 我是很民主的 哪些事情 我是很專制 在霸凌這些人 你只要一講這個 我就霸凌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好啦我們現在 講大甲嗎 一直都不能講大甲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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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